图片源于网络,在人类已知的范围内,我们的眼球所认知的事物真的有限。 比如看到的太阳,我们所见到的永远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,就是现在,我见到几米距离的你,也是几纳米之前的你。 如果我们正看到另一颗行星七零八落,那也许已经是几百年之前的事了。 不管你信不信,我们若是眼界决定时间,感受时空,那陷入的宇宙非常对接,估计都不能正常进入轨道。 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,我们的眼睛所看到也都是去想,譬如看日落,看水中雨,其实比原来尸体的位置要高。 因为我们的眼球都是逆着折射光线看事物,雨,落沙太阳的真实位置都必须向要低。 图片,源于网络,认知上的局限,我们不禁感叹,只是上有些神秘的东西。 之所以拟而不解,莫非也是这种原因? 我们习惯于自己的认知模式,有不明飞行物出现,就怀疑是外星人的飞行器。 我们是有智慧的生命体,其他有生命的星球,应该也是以我们地球为准,必须符合生命连电的原理那才算是。 看到海市蜃楼,认为就是大气折射。 彼得曾看到国外一篇报道,关于规穴的海市蜃楼,就发生在美国的西部,那场景如海啸一巴,但它真实的原型肢体在地球哪个角落? 没有人能确定,如果真的是大气折射而凭空发生,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 可食物究竟在哪里?如果是地球不同的景象,所折射拼凑出来的一种光学反应,也不可能是如此井然有势。 既然不在地球上,那极有可能和我们认知的时空有所偏差。 因为影域,磁场的不同,我们周围的世界处在多种时空,由于我些未知的超自然因素,某个时空被意外打开,通过大气折射,真实的白亿空世界。 投射到我们现实中,图片,源于网络,从利空世界投射出的场景千奇百怪,在1954年,曾有2400多名目击者,趁在爱琴海见到维京海的古人。 1988年,我们中国的蓬莱岛也曾日,不间断地出现海市蜃楼的奇观。 它一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,定气候下产生。 比如在沙漠和沿海一带,这种虚向时有发生。 当然,有些海市蜃楼的原型,还是可以找得到,沙东微海曾出现海市蜃楼,那里的中心大厦和当第一位女特警所拍摄的真实原型还是非常吻合。 基于人们,多数还是无法找到海市蜃楼的远景,究竟是不是平行时空所投射的幻影,却有待科学界进一步的考证。 笔者有个大胆的猜测,如果在时空,利用强大的电磁场,或世界用高能量,扭曲时空,会不会打出一斗时间裂缝,而我们能控制这股高能量。 进而能观察时间裂缝里的变化,也许时间裂缝里会蹦出一些未知生物,让我们到保眼福,看到了另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